好险啊 我是一点都不怕 就那几个家伙 哪怕面对面地跟咱们干 也未必是咱们的对手 你饿了吗 咱坐下歇会儿吧 我的肚子又在呼呼地叫 又在抗议了 还好有这个 你为什么给我这个 一人一半 有什么问题 你为什么把大的让给我 我的眼睛比你健康 我倒希望他干脆瞎了 要好一了百了 胡说八道什么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你是神枪手 就是拳堂的镖兵 这病啊 换了别人得了也就算了 可偏偏是你 他人意外了 这也没什么可意外的 这也许是命中注定的 我爹 是因为我死边 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 那年我们老家 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 那天我爹带着我 去山上打鸡子 没想到遇到了一头熊 那头熊刚刚生完仔 除了迷失 他发现了我们 于是我爹就向他开了枪 子弹虽然打中了他 但是他并没有倒下 反而掉转头 向我狠狠扑来 就在这个时候 我爹冲了出去 想把他引开 那头熊果然掉转身子 疯狂地向我爹扑了过去 鹰子 鹰子 瞄准了 快开枪 鹰子 开枪 我从这道 扣动了扳机 可是被打住了 却是我爹 那也就是说 你并没有得上雀蒙眼 不 我是得了眼盲针 正因为这该死的雀蒙眼 又让我重新想起了 过去的那件事 只要我一旦眼睛变得模糊了 那件事 就会开始折磨我 真没想到会这样 你要牵强 我相信你的眼伤 会好起来的 你心里的创伤 也会好起来的 那你现在身边 就没有一个亲人了吗 有 我还有一个哥哥 他叫冷颜 大伙都管他叫石头 他比我早一年投奔红军 后来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不知道 他现在还在不在乱世 那你娘呢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 听我爹说 我娘因为生我 遇到了难产 当时监生婆告诉我爹 只能在我和我娘之间选择一个 最后 对不起 让你想起了这么多伤心的事情 我们走吧 该回山了 走 我是野草 不是花 我是战士 不怕难 野草的种子 四 四 散播 漂泊在 山河湖海间 你干嘛呢 跟你没关系 事跟我没关系 不就是在写点酸词吗 小资产阶级情调 你说什么呢 写诗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你没听说我们的首长们也经常写诗呢 照你这么说 他们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了 你胡说什么 我指的是你 算了吧 我不希望你到这儿来跟我瞎嚷嚷 你走吧 走了这么长时间的路 我们的粮食弹药 武器装备 全都已经面临着严重的缺乏 现在敌人又封锁住了虹桥山 彻底阻断了我们下山的道路 而且又加强了对金县县城的封锁 我们现在想要进城 更是难上加难了 县城是必须要进去的 这不进县城 我们上哪儿去弄电池啊 我也这么认为 可是敌人的戒备那么森严 我们是不可能像上次那样 轻而易举地就闯进县城的 再说了 即便是进了城 我们还能闯进守备帘 硬闯当然是不行的 看来现在只能求出于黄会长 让他把我们想办法搞得电池 进了城当然好说了 但是怎么进去呢 晚上挑几个人 趁着黑杀进去 不得了吗 你以为敌人都是傻子 我们刚刚跟人家干了一仗 人家脑子里那根机 现在绷得紧着呢 要是小高在就好了 可以让小高和小青 扮成新郎和新娘 这样我们还有可能混进城去 万一被他们发现了 大不了开上几枪 咱们再撤呗 可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办婚事倒不如办丧事 赤红 真可以办一场丧事 咱们大张旗鼓的 热热闹闹的进城 你说来听听 我这个人哪 只要给钱 什么活我都接 钱好办啊 我们可以给你 但最重要的 是你要把这事 给我们办得漂亮点 她是我们家小姐的亲妹子 她的曲儿 在川西北唱得十分有名 去年黄会长 才认她做了干女儿 但不幸的是 还不过一年 她在外面跑码头的时候 得了伤寒 死在了他乡 所以我们一定得想办法 把她灵鹫给运回来 这黄会长认干女儿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当然不知道了 她认了才不到一年嘛 你就跟我说 这活你接还是不接 接 你们就提要求吧 多给我们找几个哭丧的 再备一些鞭炮 另外再备一些敲锣打鼓的 总之越热闹越好 这事你放心 我干这行啊 干了这么多年 从来就没砸过 那好 一言为定 你就放心吧 姑娘 我肯定给你们办得热热闹闹的 不用送了 好好好 你们请便 好 再见 再见 你觉得会不会出问题 你指什么 我是指那个老妈子 会不会引起她的怀疑 应该不会吧 他们这号人 只要能赚钱 其他的事啊 他们才不会管的 对了 咱们得想办法 找个官司去 走 等等 书是证件 怎么着怎么着 老娘你都不认识了 咱们上次在阳村见过面的 说我废话 谁跟你咱俩 我问你 人家送账都是从城里往城外走 你怎么拉了个死人往城里扎呢 这你就不懂了 我们东家呀 有钱 这人死了 买了个大豪宅 把他呀 往那厅堂的地中间这么一埋 你管得着吗 你 好了好了 别急 我这是跟你斗个乐子 实话跟你说吧 这里面装的 是我们东家的干女儿 这不幸呢 死到外边了 这回把他拉回来呀 就是为了摆个道场 有什么问题吗 哦 原来这样 老板关切给我打开 等等 这位老总 人都已经死了 您能不能网开一面 就别打扰他了 这可不行 我们这也是执行公物 你还是把它打开吧 可是 棺材封得那么严 没有工具 怎么打开呀 哦 这好吧 大家都躲开啊 怎么了 我这妹子啊 得的是传染病 我怕万一有什么 大家对传染 传染病 你 你刚才说什么 老总 我什么都没说 您继续吧 不对 你说他得了传染病 老总您体格好 应该 没事的 我问你 他到底得了什么病 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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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总 那我们能走了吗 那你还想让我拦你吗 走 走 走 真能回去 走 变炮 停 好了 怎么了 就到这儿吧 你这什么意思 一会儿黄府的人 会来这接应的 完了 完了 我这钱也太好赚了 乡亲们 把棺材放下 咱们打盗回府 走啊 请问几位是 我是黄会长的侄女 我们要见黄会长 什么 你是黄会长的侄女 你们还不知道吧 现在到处都有人在打听她的下落呀 听说上边准备要抓她呢 她好像是通匪呀 你们赶紧躲躲吧 那她人呢 好些日子都不见人影啊 小新姐 这可怎么办呀 不管怎么说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找到黄会长 要不然 就凭我们几个人 想要进入守备连 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谈 那我们要怎么样 才能找到黄会长呢 看来 我们得碰碰运气了 我们得去黄府转转 不行 既然敌人要抓她 那黄府肯定被盯上了 如果我们这会儿去 不就等于自投罗网了吗 谁说我们非要进去了 我只是说 去碰碰运气 走吧 对了 如果我们走散了 就想办法 回到这儿 好 走 怎么像梅云似的 要不先闯一下试试 反正梅云也说 她不会出事吧 你呀 就知道牵挂她 谁说的 我才不牵挂她呢 怎么才几天功夫就变成这样了 小杜 你去门口警戒 好 树岛后孙散吗 看来 是我们把她给坑了 怎么又是你们呢 是你啊 你们给我滚 都是你们 害我家老爷 背一个通北的罪名 你看看 这才两天 我家成什么样了 该拿的拿 该走的走 我的东西 都被这贵儿子抢走了 你们现在跑到这来搅和 婶儿 我应该这么称呼你吧 你们想怎么称呼都行 但是啊 就是别给我家添麻烦 我们不是要给你们添麻烦 相反 我们是想帮她 对 眼下那些当兵的 正在四处找她 我们是在为她的安危担忧 如果她落在守备帘的人手里 那才真的是凶极难料了 所以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她到底躲到哪儿去了 别懒了 你看 这下可热闹了 躲了老虎 遇上了野牛 是一个比一个凶 你们都去吧 小青姐 怎么办 给我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也只有坦然面对了 你们可别在我家里闹事啊 这样的话 我老爷不变成真的同匪了吗 来 来 走 进去 来 快 走 快 我搜 等等 你们还到这儿来干吗 我家都被你弄成这样了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准确地说 你们家弄成这样 不是我们弄的 而是你们自己折腾的 谁让你们家那个黄会长 跟共产党打交道来着 这叫咎由自取 我问你 黄会长他人呢 你把他藏在哪儿呢 我不知道 即便我知道 我也不会告诉你 娘们 放开 嘴巴还挺硬 今天我倒是要看看 谁硬得过谁 你们这帮王八蛋 来人 给我抽二十个嘴巴 给我抽一�� 说 说 网络 二十个嘴巴 别救命 说 她说什么 trouser那叫 你们这帮王八蛋 欺负我 算什么回答 说蛮伤 出发了 刀破了你的像 你怕不怕 三个手 二 三 我说 我说 你带你们去 这帮我帮他 光都不会到你的面前出来 不会 十十五折为俊杰 带路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是个好机会 这不等于 再帮我们张黄归场吧 走 咱们跟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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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姐 拿着我 姐 给我点钱 大人给我买酒吧 个手 钱 给我点钱 好 快 你说 他就藏在这 你要是敢骗我 小心了 走 快点 走 快点 快点 报告派站 这里没人 玩我是吧 他们真的就藏在这 那他人呢 难道一个大活人 就活生生的人间正发了吗 我向上天发誓 如果我说一句谎话 我这天打雷劈 他真的就在这 报告派站 这边的大殿里好像有人住过 看看去 报告派站 这院子后面有一片树林 搜 是 把捆了 是 快点 快点 不说话不算数 放进来 快点 不许动 放进来 放了我 快快快 王八蛋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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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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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怎么跟来了 做死啊啊 多声点 我们是来帮你的 快告诉我们 黄慧上在哪儿了 他真的就在这儿 那他到底在哪儿啊 我哪知道啊 我的妈呀 站住 站住 就你这两条小钻腿 想跑哪儿去 小的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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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青姐 好 好 不好 他们又回来了 快把他们带上 赶紧走 快 进去 快点 快点 老婆呀 老婆呀 还给我受苦了 怎么还绑起来了 哎呦 这手怎么记得 这手怎么记得 快点啊 太紧了 把你手给我看 来来 这这这 来 好 快走 走 快 好 快来 这边 好 好 好 嫌疼 快 快 这根本不可能啊 这个时候你们还想进手背帘 那是虎口巴牙 我们不是非得要进手背帘 我们是想请你帮个忙 想想办法 能不能搞到电池 哎呦 我现在是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啊 我没办法 把你们搞到电池 你别忘了 你上次还坑过我们呢 这笔账 我们到现在还没跟你算 我没坑你们 上次汽车坏了嘛 他开不了 就编吧 反正说什么都没用 就是你们把我杀了 这个忙我也帮不了 舍清 怎么办 你们要的那个电池 难道只有手备连才有吗 对呀 站上有优电局呀 他们是专门发电报的嘛 走 去邮局 那那 那个关地庙你是回不去了 你还是找别的地方躲一躲吧 还有 不要跟任何人说见过我们 见到你 见到你们是我这辈子的晦气 你说什么 共匪进城了 没错 我不会看奏远的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又进城干什么 这个我不太清楚 不过黄会长被他们接走了 你真是个废物 传我的命令 在县城的重要路口 多射嘎上 是 又快 知道了 敌人好像下枪了警戒 他们可能发现我们了 我们现在撤就前功尽弃了 趁敌人还没有完全封锁现场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 求过外宣 你们先进去摸摸情况 看看他们的电池放在哪儿 我跟小杜在门口给你们拔风 好 白雪 我们走 怎么才能进去 咱们先别急 再等等看 放心 有情况 放开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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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互相帮衬 广交朋友 才能成其事与 姑娘说得好 你要不介意的话 我想请你 前往对面的飓风楼一续 我正好有一桩生意 想引你协商 不知道小姐肯不肯上光 可以 稍等 我想进去发个电报 我们怎么办 趁现在 赶紧溜吧 不行 现在溜 不就等于像那傻子一样 不打自招了 他就一个人 我并应该有机会 小姐 咱们走吧 对面的飓风楼 好 小宝衣 放我下来 让来 放我下来 让来 小宝衣 站住 再也不再之后 你开场了 你真是疯了 你天什么乱呢你 我 我 我是来保护你的 我不需要你的保护 你怎么那么笨呢 你知不知道我在执行任务 大雪 去到对面 给我买点糕点来 我还真有点饿了 等等 茶楼里不是有糕点吗 何必可以这么大周折 小二 来了 总爷有何吩咐 给我上一份上好的糕点 好嘞 小姐 天色已经不早了 好多店都打烊了 咱们是不是该回家了 座位都没有坐热呢 干吗要走啊 等会儿我派我的手下 开车送你们回去 不知道小姐 下大何处 我住在我的一个朋友家里 朋友 你朋友也是个生意人吧 嗯 是 姓黄 黄会长 对吗 把枪放下 不让我逼你 开枪啊 你开枪 你们家这位大小姐就没命了 大家都别慌 我们是红军 不好 敌人过来了 你们跑不了了 你不让人又走 这位大小姐 快 裘鲁 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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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不好下手 白雪 我跟小杜去把敌人引开 等我们离开以后 你想办法到邮局 把电池弄出来 快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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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站住 开枪啦 让开 让开 上 上 走 快 快 快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这样吗 作用 快 跟我来 快 跑哪儿去了 明明往这边来了 她是否飞了 开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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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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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闹走了 怎么回事 这么长时间才开门 老祖 你们干吗 看没看见两个人 俩人 这就跟老伴俩人 没有其他人 给我搜 这什么味这是 这是酱油做法 大豆发酵的香味 继续搜 是 老招 对不起 没吓到你了 车 是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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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豆了 大豆出新鲜包子了 小主巴 大豆的大豆 太早了 多久了 三点 那好 酒 来 二点 双双 很多 好的 拜香烟咯 走 你这不是瞎胡闹吗 就你这小胳膊小腿 去对付那么一个大男人 能行吗 你想办法拖住他 然后把钥匙搞到手 你走了不长眼呢 你赔我酒 没钱 没钱 没钱你得赔 就是没钱 你 你 你敢打我 这哪样的 快 快走 快收起来 走 坏了 咱们出不去了 那怎么办 几乎来啦 几乎来了 走 好 走 快点 这个事想干什么 他们既然出现在邮局门口 还不是为了电台 走 这老子有何贵干 果然是来找电池的 奉送县城 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绝不能让他们离开县城 是 我要给他来一个瓮中捉鳖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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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一定是发现那具尸体了 有可能白血得手了 快走 回旅店 刚才真的好悬呢 差一点就毁在你手上了 你 你说你没事把我扛走干什么呀 有敌人 当作那些敌人就不是冲着我们来的 你呀 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求顾剑 你就别说他了 电池都拿到了 电池是拿到了 可是小青和小杜 现在还没消息呢 这是急死人了 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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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点 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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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走 快走 好 走 走 进去 把所有里挽国封了 是 是 你们两个 那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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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又增加人了 看来 这次我们真的是遇上难题了 难道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还能有什么办法 要是这会儿有个地道就好了 幼稚 你这是异想天开 要真有地道 早被敌人封锁了 你才幼稚 那沙宝一冲进邮局 背走秋姑姐 你站在门口放风 为啥不拦着她 我哪知道她从哪冒出来的 我连反应都没反应过来 她就把秋姑给背走了 行了 别互相埋怨了 看来今天 我们得做好留在城里的打算 你是在担心小青他们吧 是啊 很少由她单独行动 我这心里啊 七上八下的 其实你不用犯愁 小青有时候挺能干的 你看狼窝沟那一站 她竟然能把敌人调动的 团团转 前几天电台被敌人转移了 她又能及时应变 逼着沈连长找到了电台的去处 她是挺能干的 我从来也不敢小看她 包括在感情上面 她也是那种 会挠人手心的女人 你不会是妒忌了吧 我这不是妒忌 是看不惯 你就别装了 其实 你已经喜欢上了高宁都 你说什么呢 只是 只是我忽然觉得 她的相貌和性格 真的很像当年那个小程阳 可是 她到底在哪儿呢 你是指那个小程阳 还是高宁都 你就别刨坑问底了 咱们该好好动动脑子 下去县城里打听一下情况才是 施红姐 施红姐 快去看看吧 她 她快疯了 慢点说 谁疯了 鲁大花 她嚷嚷着要去县城 找兰卫青 各妖妹都快打起来了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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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泪 女人笑 珍贵时暮暮朝朝 尽未了 想你太美 就算前行忘顾 有你青春无悔 想爱太美 就算千山万水 勇敢的心无所谓 那梦见你 不会放开你 相依相守在一起 他抱着你 不再放开你 这是我们的传奇 那梦见你 不会放开你 相依相守在一起 那梦见你 不会放开你 我抱着你 不再放开你 这是我们的传奇 这是我们永暖的传奇 我抱着你 你哪个人 你现在只不在街上 哪里 要是哪里 你哪里 我抱着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